我們今天的話呢先帶各位進到我們這個宴席的群組 那麼麻煩大家呢你先進到這個網站 1234-1knoww.nt 那這個網站的部分呢你進來之後 在右上角這裡 這裡有三種方式可以做登錄 第一個你可以用你的社群帳號 用社群帳號來做註冊的動作 那當然你就同意就好了 不過沒有很建議各位用Facebook 因為有的人設的那個隱私比較嚴謹的 有可能會登不進去 所以你用其他可以 那另外一個呢 如果你不想要用這個社群帳號 或者我是社群帳號 可是我Gmail的或我Yahoo的Windows的 我不要跟帳號綁在一起 你可以用你的email信箱註冊 在這邊直接打入你的Google的信箱也好 或者你的信箱他會寄封證證信給你 你就去收信一下 那當然有可能會進到垃圾信 所以你收到之後啟用這樣就可以 這是比較標準的方法 那另外一個呢簡單一點的方法就從上面 這裡有一個叫訪客登錄 訪客登錄的部分 好現在老師擋到你 老師站旁邊 OK 這裡收起來 收起來 好你就從這邊 那當你按下這個 取得訪客代碼的時候 他會給你一個八位數 你就把那個號碼記下來就好 下次呢 要用相同的方式進去 你就把代碼打進去 那麼你有加入的群組 你有閱讀的紀錄 你有做的筆記 通通都會在裡面 這樣了解 剛剛正式的也是一樣 所以用訪客也可以 所以這邊就看各位 比如說我這邊用訪客的 你就按下去 八位代碼在這裡 你就可以稍微記一下 萬一你不小心忘記了怎麼辦 沒關係 進去之後 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樣 還有那個代碼 對不對 那麻煩各位你進來之後 先改一下自己的資訊 在這裡 編輯一下個人資訊 那打上你的姓跟名 這樣OK嗎 你可以用暱稱沒關係 那這邊修正了之後 OneNote顯示出來的 跟你真正就是社群的 或者是email那邊 沒有關係 那如果你忘記代碼了 假設你改完了 忘記代碼在這裡會看到 這裡也有 所以有好幾個地方 你都可以看得到 因為改完這個 暱稱之後 上面這個名稱 就會顯示成你的暱稱 這樣有沒有了解 怎麼加入了 那麼加入之後呢 我們的資料在哪裡 在這邊 除了各位手上拿到的 這個彩色版的新制圖 我們所有的資料呢 通通都放在這個 OneNote今天的延期群組裡面 那我已經開放了 所以你可以到發現這個地方 待會兒你進來之後呢 再發現這裡 這裡有分單元啊 課程跟群組 那我們是用在群組這邊 因為這裡就等於是班級 這種互動比較多 所以你就點這個群組 那我剛剛才開放 所以一定會在第一名 這樣有看到了對不對 好那這個地方呢 你把它點一下 這個是我們上個禮拜的 這裡有我們上個禮拜的 跟上上禮拜的 好進來之後呢 麻煩各位喔 不要在這裡等人家開門喔 有些同學到這邊就給我停住了 麻煩你自己按下加入好嗎 好自己按一下加入這樣才會進去齁 你把它按一下加入 這樣就進來了 那在這邊呢 你就會看到我們的所有的東西 在這裡 我們所有的資料 現在都放在這裡 那麼主要的內容在這個任務裡面 主要內容現在在這個任務裡面 你打開它就可以看到 好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所以麻煩各位呢 看你是要用標準註冊的 還是要用訪客的都可以